台北股市5月天真的不好操作 行情非常震盪 今天持續重挫盤中一度狂卸了 将近有600点 虽然中场略微收链跌幅 下跌288点 收在16733点 但是留意到的是 失守了月线之外 就连12天的万期行情也被终结了 不过财政部长苏建荣信心喊话 他认为这只是涨多的盘整格局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也说 这才是考验个股基本面的开始 资深股民戴着口罩 神情严肃的盯着盘市 耗资里股民们几乎寥寥无几 全是因为台股连两日重挫 让他们心都凉了 担心会他回挡力道会太大 先把自己的持股先促清一部分 当然有吓一下 奇怪啊 怎么会一下我买的连三天都是跌停摆 没有办法 你现在卖亏那么多了 只要等他再降起来 股民们哀鸿遍野 因为台湾本土疫情升温 台股恐慌气氛也蔓延 四号盘中一度狂泄575点 最低来到16647点 虽然中场跌势略为收敛 下跌288点 收在16933点 不过仍然爆出6682亿元的新天亮 12天万七行情被终结 但是财政部长苏建荣依旧信心喊话 我们一起在4月份的这个出口 也是正成长的一个情况 所以实体面的支撑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两天的这个所谓的股价的下跌 应该是属于一个盘整的格局 不过看看上市柜合计下跌加速就有1850档 先前最强势的传产族群也全部遭到狙击 货归三雄万海长荣亮灯跌停所死 阳明也是一度被打到跌停板 中央虽然跌停被打开 但仍下跌超过5% 面板双湖友达群创也跌破月线 倒是金元双雄台积电联电逆势收红 我们随时都会密切注意一个情况 那密切注意并比不小 是说国安基金会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都是非常审慎的来观察 台股五月天就出现大回档 财新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也说 短线的贸客很紧张 不过这才是考验基本面的开始 看来台股波动加剧 股民们可要系好安全带 东森 财经新闻叶子金 杨超成 台北采访报导 财新传媒董事长谢金河也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